2019年的第一周赛事ATP四巨头 其上阵纷纷开启自己的新赛季之旅 根据ATP赛程的安排 2019年第一周开始的男子赛事 主要有布里斯班赛和卡塔尔赛 其中四巨头中的纳达尔与穆雷 将亮相布里斯班赛为澳洲做热身准备 而世界第一德约科围棋 则参加卡塔尔赛瑞士天王费德勒 主要以霍普曼杯为主 在位正式报名参加任何巡回赛 上个赛季世界第二纳达尔 在与德尔波特罗的半决赛中 因牺伤无奈退赛 从那场上退赛开始纳达尔 因为腹部和脚踝伤势的影响 接连退出了巴黎大师赛 和年终总决赛的争夺 从而丢失了世界第一的宝座修赛期 西班牙人一直在进行 对脚踝伤势的手术治疗一周前 纳达尔在接受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访时说 自从脚踝手术以来 我已经向前迈出了很多步 我提前一周开始练习网球 康复效果比我想象的更好 我很高兴能够如期开始新赛季 四巨头中另一位阴伤困扰 长达一年半之久的穆雷 自2017年温网宽关节受伤之后 目前的世界单打排名 已经跌至第240位 作为前世界第一 英国人在2017年温网后 没有参加任何比赛 并且在2018年 只参加了13场比赛 此次选择在布里斯班赛 开启自己的新赛季 穆雷表示出了一丝担忧 我的身体仍然感到有一些疼痛 但我需要参加比赛 看看我能连续打三场 四场还是五场比赛 本周穆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我来到布里斯班参赛处境 很艰难希望 今年比去年能够做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布里斯班赛对于英国人而言 可谓一个福利 穆雷曾在2012和2013赛季 分别击败杜尔格波洛夫 和迪米特洛夫两次夺冠 四巨头中目前排名 世界第一滴德约科维奇 选择在卡塔尔美孚 是由公开赛正式开启 自己的2019巡回赛之旅 塞尔维亚人 曾于2016、2017赛季 在这里夺冠2018赛季 从伤病中复出的德约 最终第五次问鼎年中世界第一 上个赛季的成功 给予我很大的信心 德约在本周的阿布扎 接受采访时说 在各个技术环节 我必须要达到最佳我期待 自己在2019赛季 能够拥有更出色的发挥 四巨头中年龄最大的费德勒 与去年一样 继续选择霍普曼贝 为自己的奥网未免之旅热身 上个赛季瑞士人 斩获奥网南丹冠军 将自己的大马冠数量 提升至第二十个 新的赛季费德勒 对自己连续第三年 赢得奥网南丹冠军充满期待 我希望2019赛季对我而言 将是一个伟大赛季费德勒说 霍普曼贝对我来说 是新赛季开始最好的地方 和去年一样 我希望今年能再次在奥网夺冠 来远网秋之家作者无礼去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肉业